而且我想知道哪里扣题了 你能说一说 我取的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 众男情女社会现象的这样一个题材 结合自己经历去写 它的创作动机是扣题的 但是它音乐的背景是不扣题的 因为以这部剧都挺好的生长背景 或者到都市里面 拼搏的一个拍摄手法或背景 整个剧的色彩跟番茄亲爱的背景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做歌手做到后面 会有甲方来找我们说 我们有个片子 然后你帮我们写一个主题曲什么的 然后就会经过反复反复的修改 所以我也在揣测到底甲方要些什么 我刚刚是在试图用甲方的眼光去看这首歌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成功的代入 我也在想 我不服气的一点是 本来赛制这个题也没说 是让你去写主题曲的 也没说什么甲方乙方 如果音乐表达真的那么狭隘 只能去通过一个框顶的东西 要去创作为它量身打造的话 那这个原创节目是什么 我们的特点可能就不是普通 就我们不会按照大家这个正常的逻辑去走 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是special PV Interface 你 encanta吗 明镜需要讲解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